好的凱中我們現在馬上轉點 我們是已經來到了料羅港的港灣旁邊 我們可以直接直擊到呢 就是我們的國軍海洛蛙兵 另外呢還有我們的海巡單位 現在呢在暗記你可以看到呢 在今天上午是已經開始執行他們的任務 那剛剛我們現在在畫面上面 所看到的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國軍單位 才從這個海上的執行任務 回到我們的這個港畔邊 那你也可以看到呢 在鄰近的部分呢 還有這個海巡單位的軍艦艦 是在海岸邊來做部署 那其實呢根據我們的了解 其實海巡署從今天早上開始 針對中國方面的軍演 其實呢就已經在持續不停的監控當中 那除了我們海上之外呢 其實在空中的部分呢 我們也有提供我們的空中視角 因為呢今天我們國軍呢 其實也出動了這個P-3C的偵察機 要來針對中共今天的這個歷劍聯合演習 做空中上面的反制 因此呢我們要麻煩我們的棚內夫控 來看一下這個P-3C的畫面 其實呢這個P-3C偵察機呢 是今天我們國防部特別進行的部署 那這也因此呢也可以看到 我們的這個空中視角呢 在我們國防部的部分呢 今天也是特別出動 主要呢就是要進行警戒 攻擊任務 那另外呢我們也爭獲到了 江島級的護衛艦 以及呂洋三型的飛彈驅逐艦等等 所以在空中的部分呢 我們還是持續不斷在掌控共軍的一個狀況 那除了空中的視角之外 那其實我們前面呢有跟觀眾朋友報告 聯合力艦演習 這一次包括了解放軍的海軍跟空軍 以及陸軍火箭軍其實都有出動 這也因此呢今天我們在金門 其實也看到了各個單位都已經 開始展開了例行的演練 同時也包括了CM兩腰裝甲車也因此出巡 另外呢就是您現在在畫面上所看到的海巡單位 另外還有我們的海軍 這也因此呢可以感受得出來在金門 現在目前我們的國防部跟海軍單位 現在是持續不斷的在做組準備 那如果在金門方面有最新的消息 我跟我的攝影記者何士德將會持續 帶來觀眾朋友來更新 實驗鏡頭先還給凱中